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和工程水平卓越 建筑技术业界领先 精益求精 新手承诺 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 工头将会向你们解释所有工作会涉及到的安全措施 尤其会强调工作风险 如果你不懂如何进行某一项具体的工作 请问别人 在施工现场 员工必须佩戴个人防护设备 安全帽 警示服 安全靴 防护手套 护目镜 切割和焊接时需佩戴面具 佩戴耳塞 防噪音危害 佩戴防尘口罩 过滤粉尘 夏季要注意避免日光辐射 穿戴足够多的衣服 如果服装是自然纤维材的话 将可以有效蒸发大量汗液 涂抹防晒霜 定时补充水分 少量多喝 避免暴饮 冬天注意保暖 补充营养 摄入碳水化合物和糖分高的食物 保持体温 保持施工现场清洁 只在工头指定的地点用餐 工地配有急救包 地钥匙可使用 上下楼层之间设有梯子 在梯子上不得作业 在征得工头同意后 可在梯子上从事简单作业 但必须有他人扶梯或有其他安全措施 若垂直距离超过两米 则工人必须固定好安全带 小心脚下 避免半倒滑倒 施工期间保持工地整洁 必须使用安全通道 上下楼梯紧握扶手 所有线缆 插座 插头和工具 必须得公头确认方可使用 所使用的工具 必须符合作业要求及标准 不得擅自改动 不得擅自拆卸原厂工具及设备上的安全罩和安全锁 工具受损 需送往车间修理 若不会使用某个设备 请参照设备指南 除持照电工之外 任何人不得修理工地的电器设备 工地上的手脚架随处可见 与其相关的安全制度有很多 有些是普遍通用的 其余的是特别指定的 除持高空作业证工人外 其他人不得在超过两米的手脚架上作业 高空作业平台宽度不得少于60厘米 需配扶手 横挡和脚板 包 进入平台的扶梯 必须固定结实 若无护栏 工人需固定好安全带 若无安全措施 禁止高空作业 经公投确认 手脚架牢固结实后方可作业 移动手脚架滑轮 必须配有刹车装置 平台必须具备扶手 护栏和脚板 上下平台扶梯搭建到位 作业前需得公投确认 起重设备必须与平台固定 并得公投确认 有从垂直两米高度跌落风险的地段 必须围起 缺口必须盖起或围起 以防事故 不得从楼上丢物品或垃圾 不得在悬空重物下行站作业 垂直距离超过两米平台作业时 不得将工具或其他物品随意放置在工作平台边缘 不得公投同意 不得进入深度大于1.2米的坑洞内 坑洞边缘必须成一定斜度 防止塌陷 切割 焊接 热风等高温作业场所 必须配备灭火器 作业完成后 30分钟后 不得有火苗 热源 氧气和燃料三者隔离 便可有效防火 易燃物 尤其是液体 必须在密闭容器内储存 避免接触空气氧气 易燃物存放地点不得有任何火源 易燃液体存放温度需低于闪点 避免在意外接触到火源起火 易燃物标示如下 紧允许工作中需要的工人接触易燃物 火灾时切断电源 移走易燃物 积极救火并通知工头 建筑材料等是危害全球健康和人身安全的主要因素 石棉、木屑、柴油尾气、油、水泥粉尘等物质若不合理防范 均可以严重损害个人身体健康 因此工作中需确保穿戴保护器具 施工中需洒水或整平地面楼面 避免在现场和周边产生粉尘 粉尘中作业必须根据粉尘性质使用合适的呼吸保护设备 噪音防护关乎身体和心理健康 需使用耳塞或耳套 吊车操作员必须持证方可操作 吊车信号员需持证上岗 升降机械 如电梯、钻机或脚车等操作员 需得项目经理指派和培训后方可上岗 所有设备均需要进行身份认证和审查检验 重型机械驾驶员必须有对应驾驶证及驾驶经验 其他工人作业时需距离重型机械至少2米 需穿具警示作用的服装和荧光背心 不得在机械驾驶员视线死角逗留 留意重型机械倒车警示 抬举重物时注意动作合理 弯曲双腿利用腿部而不是背部发力 抬举重物不得过重 如需要可请他人协助 搬移过程中物品不得阻挡视线 密闭空间如水箱、沟渠和下水道等近处复杂 作业环境对工人健康有一定危险 经培训并正确穿戴防护用具方可入内 不得操作防护罩脱落的机器 不得触碰移动中的机器 对手上工作要注意力集中 光线不好不得进入 需通知公投 注意不遵安全 害己害人 事故若发 伤己伤人 祝工作安全愉快 安全培训